哈喽哈喽 欢迎来到三十关的频道 我是Jack Shoo Lee 那最近有网友想看一下我家的南飞鸥 OK 那今天我就来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个大家伙 三岁的黑鸥 台探 Zither Harp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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只狗当初从看到它的照片视频到决定购买付丁金 再到运输到家里面一共差不多等了一个多月吧 Zither Harp 那到今天为止呢我大概养了一年的时间 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呢它一共也当了两次人 光是这个医疗费呢我就已经花了大概一万多块钱 所以买单回家到它真正的信任我 我大概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吧 别看这一个月不是特别的长 我几乎每天都要抽出一到两个小时来和它培养彼此之间的信任 那刚开始它是绝对不让人碰的 我一走进龙子它是特别特别的凶 我只能在龙子外面和它说说话 给它喂食 从一开始可以摸它的头到后来可以牵着它散步 中间花了我很多的时间 慢慢慢慢的建立这种彼此的信任 那可能会有很多人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凶的一只狗回家呢 诶 这恰恰是我购买它的主要原因 所以它俊俏的外表呢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机器比较暴躁的狗狗 那它在我家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看家护院 所以对于一个功能型的工作犬来说呢 它这种性格还是非常必要的 那在这里呢我还是要奉劝各位 在城市里面还是尽量不要思想这种攻击性特别强的狗 一旦出事那就不是小事 OK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影片 请点击关注订阅还有转发评论咯 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 by bwd6